小表妹 你体内的气息还不稳定 千万要小心 没用力过猛了 放心吧师父 小医生 那我去了 看这一片灵魂 有打斗的痕迹 一定是这儿了 哎呦 山洞下有个绿 差点没看见 果然身后 丝丝查个来线 跟傀儡书特征一样 你是假的 真一假实 假一真 真真假假 你又看得清 说什么鬼话呢 假的就是假的 敢骗我师父 今天就让你去见野花老子 陌生家 你的傀儡太菜了 给你出来 不然我就放火烧了你的老肠 哎呀呀 小兄弟 别急别急 我这不是来了吗 有话好好说 千万别动手 你看我邪家带口的 也不容易 为何处处不饶人呢 还不是因为你给的假木猪 还要变成这个样子 虽然很帅气 可小伙伴都不认读我了 我不管 今天这木猪 你交也得交 不想就别跟我道歉无言 你有所不知 我的木猪只能给三菱养分 可没有移情换帽的功效 倒是天泉山上的七色花 能恢复你的容貌 你去107-311这个坐标 通过考核就能拿到了 真的吗 我有空间宝石 这一来一回 可能你的一步都还没弄开 我就信你一次去看看先 空间宝石传送 欢迎来到颠倒失恋 通过即可获得七色花 小姐姐 这七色花真的能换我这面容吗 七色花能进化仙气 恢复面容不成问题 不过要吃块面包再跑 有吃的干嘛不要 正好叮叮肚子 嗯 奇怪好晕乎乎的 我不会是 咦 考核怪我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成道理走啦 这就是颠倒失恋 去吧少年 早说嘛 吓死我了 颠倒跑孤中什么的 我跑着是啦 一步一个小台阶 旋转跳又闭着眼 就是脑壳有点疼 我的天 这么多地次 头皮发麻呀 有啦 看我飞烟走壁横着过去 只要不踩到给亚吧 你也算没有啦 幸好这招毒味秘诀 嘿嘿嘿 那也能被黄金山和天堂皇组绳的东西弹 耍都耍不掉 嗯 简单就是双重招募呀 记住住 我能信的 总算过来啦 前面的发射器不会是毒标吧 不管啦 冲过去 我这乌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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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是考核分明上来受罪的 听 听不下来了 咦 头部疼了 脑袋也不换了 不知是恢复了吗 嘿 那就需要上爬 看还能折什么幺蛾子 左蹭蹭右蹭蹭 只要避力好上个百八十丛都没问题 哎 看到宝箱了 一鼓坐骑登上去 哦 终于到了 这就是传说的奇色花呀 真漂亮 保佑保佑这回别再出错了 一口吃掉 哎呀 可爱的小白们又回来了 果然来之不易的都是好东西 感觉任多二骂都打通了 耽误了好几天 也不知道甲鱼丝现在怎么样了